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 因为就包括这个网络 它不断地给你打断新的这个 就是刺激在我们的前额夜去行 就是形成这个兴奋 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今天你 你一个人一天你能干的事 比20年前的人多太多了 然后呢 你同时在看着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 你什么都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确实提供了这个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你又不能不用 又不能不用 我过去是什么呢 就是说出去在外边忙了一天 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想歇一会儿 我现在是星期天一天没出门 到了晚上 我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给 给给给带进这个这个节奏里了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手机啊 这个社交媒体啊 这个是典型的马克思说的异化 就是他本来是给你方便 给你方便 但是他也太方便了 造成了你的能力的下降 造成你的需求的增加 造成了你的贪欲的上升 我到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病你知道吧 去洗手间啊 手机不在身边啊 办不了事 解不出来 这些习惯 其实因为只有这段时间 人是坐在那里 可以安定的看手机的 本来是看书看杂志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要拿一个手机 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心理依赖心 我其实不要 可这点时间我可以不看的 可是那个东西不在的时候 它影响我的 对我的迫害到了什么地步啊 注意植物神经要紊乱了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 你现在觉得 能在家里完成的事情 比以前人家多很多 我倒觉得是少很多 因为你以前可能专注地 做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我现在会发现 开启了好多事情都不能完成 比如说你多久没有完整地 读完过一本书 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想 我想查一个东西 然后忽然被带走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回来 而人的就是大脑 实际上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 就有人说 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 因为就包括这个网络 它不断地给你打断 新的这个就是刺激 在我们的前额夜去行 就是形成这个兴奋 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 但这样下去 我就老想 我这一天当我结束的时候 我如果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 看我自己 就在那里这么点时间 然后忙忙到的忙忙到的 都要做了一些 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种 面目可恿的人 第一你的精力肯定不集中 你的成就按原来古典的定义 你的成就肯定差 你的人生肯定浪费 第二呢 所有这些你做的事情的 都是人家精心研究出来 最符合人性的 所有你做的事情 这个手机给你提供的 一定是你们最符合 如果不符合人性 它早就把屏幕更大 或者更小了 为什么是这样大 为什么这样操作 这个大公司 它一直在研究你人的特性 而这个特性 很多都是弱点 没法抗拒的 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 就是 好 你这么方便 你这么多的手机 但是我们怎么样 继续用艺术的手段 拍照 那这个才是 人在这个潮流当中的 这个抵抗能力 这个科技影响 这个生产力 生产关系 我也要这样 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 它一推出来 这个事情 只要全世界这样流行 你顺他者 怎么来说 顺之者昌 对 逆之者亡 你当然特别的人 你可以说 我不用手机 但那都不是常态 对不对 但是它不妨碍人们 还是用普通的照相机 拍出艺术型的照片 不妨碍一个人 一天到晚拿着手机 好像不离 但是脑子还在思考 别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唯一的 做的方法就是抵抗 你觉得现在 比如说你的这个生活状态 或者你观察的 你的摄影对象 生活状态 和80年代 90年代时候 这个生活状态 真的不一样 真的你敢说的 就是一个盲子 刚才讲的那个手机 朋友圈里面 我可以10天不看朋友圈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我人挺不厚道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发一个朋友圈 有这么多人来看 评论 但是我又不看人家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天天看的话 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现在在拍他们 能拍的一样吗 或者说你觉得他们的 就是精神面貌变化大吗 其实不见得每个人 都能遇到 但是你比如说 那个姜文 我前年嘛 在这个桂林 我跟他见面 他还是特别的 有激情 去讲他想要 接下来他想拍的什么东西 他对电影的理解 对生活的理解 我觉得他 他写字 他喜欢毛笔什么的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当这帮人 不再像过去 那么年轻的时候 但是很多人 有些东西 他们一直守着的 比如说那个 跟电影评论 有关的那个戴敬华 我很久以前 在那个北京电影学院 拍了一张文学系照片 后来前七天 我又到北大 他回到北大了 我觉得他 他越来越 就是那个心越来越大 他知识分子的那种 那种体态 相貌 谈吐 他胖了 他走起路来 也不像原来 那么的 那么轻巧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 他就是一个 大的教授 他关心很多很多 妇女的问题 电影的 就是体材的 尤其女性电影 体材的问题 气场更大 对 对 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我说 我拍你一个背影 我就觉得他 一直在 用他的方式 在跟某种势力 在做斗争 做什么呢 去帮助妇女 电影里面的 那些梳理 我现在觉得 这个心里 要有本根 要有根 就是说 你看有些人 气场很强 能量啊 这个要有序性 那天有一个 老师跟我讲 你看那个磁铁没有 你看磁力线 你把一堆铁钉子 撒在那儿 咔这个磁力线 它是有序的 有序的 就是说 这个能量啊 要有序 比如说 哪怕是一个 所谓保守的人士 我就在 像咱们今天所说的 不改初心 我就守定一个 咬定完食 不放松 我守定一条 我最后呢 到最后 我能做成一件事 对啊 对吧 可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 就什么叫 方寸大乱呢 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 很多东西 确实每条道路 似乎看上去 都很有可能性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气啊 它就不能集中 整天就是散乱的 似乎每天 你完成了很多事情 应对了很多方面 但是呢 似乎也没见到 什么 可积累的 一个一个可持续的 一种进步 专注 就是专注 集中 那这一代人呢 就是前不久 还有记者问我 就特别是当代文学 这一摊 那么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 莫言啊 石铁生啦 阿诚啦 这批作家 到现在还被认为是 当代文学 非常主流的作家 简单的说吧 40年都不过时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鲁迅那个时代 也就是十几年 二十年 我的一个简单的概括 就是说 他们的本身好像没有变 但是他们跟社会的关系 在变化 他们从先锋变成守望者 这个过去的40年呢 社会变化巨大 科技变化 国力变化 读者变化 整个文学的生态 巨大变化 穿越网络 等等等等 作家 他们就像 就像文道说的 他 比方石铁生 他就认住他一个力 对不对 他就要写他这个东西 那个莫言说 他十二十岁 饿肚子的那个 那个感觉 是他创作的这个动力 所以你外界环境变了 他们曾经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他们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先锋 现在呢 他们是某种 就是说文化 怎么来说 改革开放的守卫者 所以 为什么四十年不过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人是与时俱进 但我觉得 你拍的这批人啊 不忘初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